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今天要帶給大家的一個是很有趣的主題叫做 銀行表現排行榜 2020年上半年的銀行表現排行榜 那大家都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面分享一些信用卡的資訊 其實每一位KOL每一個部落客都會做到 但是我們不能做到的就是 對銀行進行排名這件事情 所以這也是我很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希望我們自己可以發展出一個制衡的機制 透過我的影響力能夠讓銀行知道說 什麼事情是消費者喜歡 什麼事情是消費者不喜歡的 所以我大概會每一段時間呢 我就會推出一個所謂的排行榜 讓銀行就是開始有競爭的壓力 畢竟有競爭才有油水嘛 所以我們趕快來往下看 2020年下半年到底有沒有哪些卡片 哪些銀行的優惠是榜上有名前五名的 如果沒有上網的銀行呢 也請你們就是好好的加急努力好不好 下半年我們還有半年 可以一起努力推出優惠 然後來加回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我們趕快來往下看喔 第一個就是第五名 第五名到底是哪一間銀行呢 我們來往下看喔 台新銀行 台新銀行呢 大家都知道說這個台新銀行 其實它算是這個所謂的 民營銀行裡面算是回饋率或者是說 活動都是滿很給的 那為什麼寶可夢會把它排在第五名呢 當然有幾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來往下看喔 OK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最近7月份最夯的 這所謂的振興三倍券的優惠呢 其實也是有台新銀行來打第一槍 它就是搶先發布新聞稿 跟大家講說我們台新銀行就是要給一千 好所以其他銀行呢就必須要在這個基石上面 再往上給加碼喔 如果沒有台新銀行這樣做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拿到這麼好的回饋 所以這一點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的確是要感謝台新銀行 第二的話呢就是 接口聯名卡在去年推出之後呢 它在今年的三四月的部分 有做這個所謂的權益的調整 但是呢它的好看還是持續延續的喔 就算你是要拿來繳水電費 其實它也是有回饋的 所以這一點的話我覺得還不錯喔 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說 還是有好看可以拿的 第三的話呢就是 在六月底的時候 它做了所謂的阿高高的權益升級 然後還有加碼喔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是見仁見智啦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實際上是減碼 但是它把它包裝成加碼 但是呢 它在下半年給你多3%的加碼回饋 這也是事實阿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喜歡在 接口或者是NinePay上面使用的朋友 那麼你把這張卡片綁上去進行消費 其實我覺得每個月 每一季16666元以內 通通都是可以拿好6% 這個部分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選擇啦 所以台信銀行在上半年的表現 我個人覺得還算是可圈可點 所以就是給它一個讚 第五名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第四名 到底是哪一間銀行呢 會非常的令人期待 好來 第四名 就是 趙峰銀行 好那你會覺得很奇怪阿 趙峰銀行 感覺上不是很大的銀行 那為什麼包口號把它列進去呢 當然是有幾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是我考量 覺得這些銀行表現得真的很不錯 好我們往下看 你就知道了 好這個 它在這個3月的時候 我們台灣不是 開始有這個所謂的網購口罩的活動嗎 那這網購口罩活動 其實是由台北富邦跟趙峰他們搶先打頭陣 來跟所有的消費者講說 我們要搶先回饋 所以他們其實也算是就是說先鋒 在我們這個網購口罩大家可以撈油水的當下呢 其實他們也是第一波釋出好康的 那當然第一波釋出好康都會被踩在地上當基石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他們的確是讓我們後來的人 後來的銀行可以再拿推出更多好康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所以趙峰銀行他們可能在第一時間推出好康 這對我們消費者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也很謝謝趙峰銀行 就是對台灣的所有消費者這麼的照顧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其實前兩個月很夯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謂的眾所稅 那眾所稅其實一開始很多銀行推出來的優惠都不怎麼樣 但是後來發現他們的加碼越來越多 包括趙峰銀行的這個所謂的世界卡的加碼 我覺得也是所有銀行裡面我個人覺得 對中產階級的朋友來講 是非常非常有我的一個回饋 就是18回饋再加上970利率 所以連我自己的眾所稅也都用這張卡片角了 所以眾所稅到底要哪張卡片角呢 我覺得每一年都要重新檢視 但是趙峰銀行這一次給了非常不一樣的offer跟回饋 所以個人非常的機閃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第三的話就是說 其實趙峰銀行在上半年3月份到6月份有推出一檔所有的MGM活動 那他其實給的回饋其實也不錯 就是你本人有只有超過30人以上一張卡片就是500 那沒有上限嘛 所以說你如果只有超過30這個急劇過了 其實你每一張卡都是500 你覺得很獎金 很好但是我覺得這也有點難 一方面就是因為大家可能對趙峰的信用卡不是那麼熟悉 然後也比較不會那麼想要去申辦 第二個就是他的這個新戶認定的話非常的嚴格 就是你身份證字號名下如果有辦過就是救護了 這是沒有辦法剪卡再重新來的 這比較麻煩 那第三的話就是我們的信用卡處處長呢 他有特別的針對本團卡板幫有做加碼 有兩個旅行箱跟10個冬奧警診喔 那這12個獎品也是我們在近期會抽出來給大家的 非常的感謝銀行對本團的支持 所以就是也要給他就是加分好不好 所以趙峰銀行是我個人認為就是 上半年表現非常好的銀行給他第四名 好這部分的話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再來的話呢就是第三名了 第三名到底是哪些銀行呢 有些那個前五代銀行他們好像都沒有列入耶 怎麼辦但是有點緊張了 好但是呢第三間銀行也沒有讓大家失望 我們趕快往下看是哪一間 台北富邦 那台北富邦的話就是你們最近如果在關注我的頻道 我寫的文章的話 你會發現我很常去講到這間銀行的一張信用卡 就是J卡 甚至前幾天去錄那個丹尼表姐星球的這個 這個重口味的這個頻道的影片的時候 也是有瘋狂的推推薦這張卡片給就是所有的粉絲朋友 為什麼當然就是因為他的回饋真的是無腦 無上限很簡單 所以這個就是J卡在下半年推帶給大家一個很棒棒的一個回饋 所以我也把它列入到前三名裡面去 這就是這個為什麼他可以拿到前三名的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有三個決定性因素 第一個就是J卡的95蜘蛛活動 他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推出來的 那他最主要當然就是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必須要做產品的轉型 所以這個很不錯 那第二的話就是說J卡與你宅在一起 已經開始了就是在網購 甚至是在這個家裡面的這個美食外送的平台的這個叫餐活動 都有額外的回饋 甚至你在家裡面看這個Netflix 或者是線上影音平台之類 都有給你很高的回饋 這部分我其實在上那個東森財經 那個阿關的節目的時候其實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所以那時候連那個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 那時候的攝影記者他們 攝影師他們他們就是在節目錄完之後 也特別跑來跟我聊 就想說這張卡片我以為它是廢卡 結果居然這麼厲害 所以台北富財銀行在這個經營信用卡部分 他真的是越來越用心 那包括就是我們現在就是J卡無腦三拍 在我們六月底的時候進行這個公告 所以七月一號開始就是現在走到年底 都是一張很好使用的卡片 這也是對消費者的一大利多 所以我把它列在第三名的部分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的話就更加期待 到底有哪些銀行是對消費者非常非常好的 好到寶可夢真的要把它放在第二名呢 我們來看 聯邦銀行 聯邦銀行講到這些銀行你可能會覺得說 它不就是一間小氣巴拉的銀行嗎 怎麼可能有好康 我跟你講它就是有給好康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朋友 你一定要關注這些活動 尤其是下半年的活工 一樣是如火如荼的在舉辦 第一個就是 賴典卡它的活動在上半年有一個 一起與你在一起 就是說原本的國內2%回饋 再加上網購5% 就是MOMO跟這個所謂的佳樂福的平台 這樣子 所以最高來到7%回饋 這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高的回饋 也是我自己每個月幾乎都有去擠任務的部分 這個是還蠻不錯的 那這個下半年的話好像沒有特別延續 第二季的話呢 就是在3月到4月到6月這部分呢 它有這個跟Line Pay Money 舉辦一個活動就是 使用Line Pay Money這個電子支付來繳 這個所謂的聯邦卡費 那麼你可以在額外拿到2%的這個 所謂的Line Points點數 那麼相加之下就是國內4%海外5% 非常非常的猛烈 甚至呢在上個禮拜它也公告 就是說我們的地虎支付 這個Line Pay Money的繳費活動呢 也延續了 從7月到9月份第三季也有喔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是消費者的一大利多 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歡這個活動 每個月都一定會繳1萬5進去 然後就是你的聯邦卡的消費 怎麼樣都是無腦刷 都有回饋 那我自己本身是把它搭配這個MCO卡 這個就是所謂的虛擬貨幣的這個千賬金融卡 我覺得回饋率都有 都有拿到海外的5%回饋 那交易手續費有被扣掉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不錯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最後最後一個 第一名 登登 到底是哪一間銀行呢 非常令人期待喔 趕快來看一下到底是哪一間 就是雀屏重選稱為寶可夢最推薦的銀行呢 登登 永豐銀行 哇 永豐銀行真的是給人家拍拍手了 恭喜你 好 為什麼他上半年這麼的 會讓寶可夢覺得他是一個最棒的銀行呢 我們來看看有幾大決定因素 第一個就是 他們其實在這個數位帳戶大戶數位帳戶的推廣上面 不遺餘力 尤其是灑了非常多的錢在本團 不是給我賺的 是給大家好不好 我們從2月份開始有大戶小愛在一起 最高900 也就是說官方給700 寶可夢這邊再給200 加起來就是900 這是非常非常高的會餵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他接下來還有給我們這所謂的大戶證件套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的相分組的部分 那現在還有就是優卡的 優卡的這個造型優卡紀念卡的部分 其實都是一直在本團給大家獨家限量的這個收藏 所以如果你有跟上本團 然後其實你可以拿到回饋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 這也是我們非常非常推薦 也覺得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拿的不多 但是我們的回饋都是在粉絲身上 這就是我們本團要給大家最好的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其實他的信用卡部分 回饋也很好喔 像永豐夢醒卡 上半年有加油5% 整個就是很預算商務預期卡 壓在地上打了 那再來的話呢 像必備卡 下半年的部分變成了行動支付神卡 1%加5%直接6%回饋 綁上去直接刷 無腦刷不用換費都有回饋 這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那再來的話呢 在3月份的時候 其實永豐大戶 他自己的專屬的APP 絕美上線 很棒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銀行它是一直 持續的在努力的改進 並且釋出優惠 這也是我個人非常非常非常 激賞的一間銀行 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我們的總排行在這邊了 2020年上半年最值得關注的銀行表現排行榜 第一名 永豐銀行拍拍手 第二名 聯邦銀行拍拍手 第三名 台北富邦銀行拍拍手 第四名 趙豐銀行拍拍手 最後就是台新銀行 所以呢這五間銀行 是我個人認為上半年的表現 非常非常的不俗 非常非常的不錯的銀行 那我也希望呢 沒有入榜的銀行 要繼續努力 甚至呢 也希望在榜上的這五個銀行呢 能夠繼續的努力 能夠推出更好 更加會粉絲 更加會消費者的優惠 讓我們台灣的金融界 欣欣向榮 越來越好 好不好 如果今天這支影片呢 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歡迎你趕快來訂閱寶可夢的頻道 好 小鈴鐺記得開起來 這樣子你才能夠收到最新的優惠消息 那麼趕快把這支影片 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的親朋友好友 讓他們一起來看看到底 2020年上半年有哪些銀行的回饋 是最棒最值得關注的 下半年也要持續關注喔 好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